我打小就和人家不同 路边的柳树说拔就拔 一顿能吃三碗饭 爹娘忍无可忍 嚎着收了你那神通吧 然后把我卖了 我和公子的第一次见面 是他坐在二楼厢房 居高临下看着我在街上表演 胸口碎大石 徒手掰大刀 那会儿我正跟着戏班子表演 叠了三层的刀刃 轻轻一掰就断 我在围观群众的喝彩声里 被人引着进了酒楼雅间 十岁的公子出落得亭亭玉立 穿戴金柜 坐在窗边轻摇折扇 活像个财神爷 他问我 叫什么名啊 我老实作答 叫宝盈 好 叫宝盈 以后你就是小爷的人了 我才八岁 吓得连连后退 慌忙摆手 我卖一不卖身的 公子当即黑了脸 啪的一声和尚折扇 呵呵 长得丑 想得花 后来我和公子回家 成了他的贴身丫头 这些年 公子对我很好 我二人狼狈为奸 无恶不 不对 我二人惺惺相惜 除强服弱 有他一口肉吃 就由我一碗汤喝 除了 这是我第二百七十三次贵祠堂 岂因是我把公子上学的书院拆了 我家公子小嘴抹了蜜 平时不少得罪人 今日他在西院如厕 不知哪个想不开地朝他丢石子 害得公子一个哆嗦洒在了心智的金丝绣鞋上 公子发出惊天惨叫 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真是憋生孩子 王八蛋 让我哪怕把书院拆了也要把人揪出来 我是个听话的丫头 在公子的指导下 我徒手拆了西院三间房 踹倒了东墙和北墙 侍从阿牛慌忙回家报信 因为他是老爷的人 终于在我拔了最后一棵梧桐树时 天上掉下个县令家的小少爷 书院每次考试他倒数第一 我家公子倒数第二 俩人彼此看不顺眼 他一张脸五彩缤纷 花容失色 我说不是我干的 你相信吗? 我家公子似笑非笑 你猜猜呢? 下学后归家 老爷早就气得一蹦三尺高 还脱了只味道不太美丽的千层底鞋 举了半天也没打下去 只骂骂咧咧过嘴瘾 你个小兔崽子 拆家拆到书院了 老子丢人丢到全阵了 公子也跳起来和老爷叫板 拆就拆了 小爷 我有的是钱 命运的一巴掌最终还是落在公子屁股上 老爷怒吼 那是老子的钱 恰逢此时 书院的夫子上门替书院讨些重建的赔偿 老爷正精神着 拿着鞋子霸气十足地说道 要多少 老子有的是钱 夫子颤颤巍巍 四四十两 瞧不起谁呢 老子给你二百两 我会心一笑 老爷一定是亲生的 掏钱的样子 和公子真相 老爷领着夫子走了 还不忘锁上祠堂大门 他们在外头 公子和我在里头 我和公子在祠堂大眼瞪小眼 祠堂上方摆着两个金光闪闪 闪闪发光的祖宗牌位 我羡慕地流下了口水 这得换多少个肉包啊 直到我腹中鼓声大作 忍无可忍 公子 饿了 公子打了个哈欠 道 拆个门看看实力 算了 拆窗吧 做人留一线 小爷我真是心善 我点头复合 诚然 公子是最心善的 我见外面天色已晚 也不知县令家的小少爷回去了没有 公子带我到酒楼吃好吃的 楼下还有说书先生 他拍下荆堂木 晦升晦涩地讲起故事 话说 本镇首富好家 有位嚣张跋扈的公子哥 公子哥身边有位女罗刹 我停下干饭的手 抬头问 公子你听见了吗? 好声耳熟啊 公子还未来得及答 只听说书先生又讲道 这女罗刹 嘖嘖嘖 可了不得呀 身高八尺 面目猙獰 只须她轻轻一捏 人头崩裂 血洒满地 所到之处 那是寸草不生 楼下唏嘘声不绝于耳 我将在原地 啊?公子 他他他 说的是我吗? 我家公子略意私存 道 阿宝别听 是恶评 那顿饭我吃得不太畅快 比往常少吃了一碗 后来在遇到那先生时 他身后放着心打的拐杖 坐在路边茶滩 身边围了几个茶客 他向众人讲 好家公子之女史 力拔山河气概事 仿若天神下凡 这公子英俊 女史娇美 二人携手江湖 真真是难得一闻的美好家话呀 我以为自己耳朵坏了 公子 他脑袋被驴踢了吗? 公子一致 怎么说话呢? 没礼貌 咋回事啊 公子脑袋好像也被踢了 我家公子姓好明星 自妄家 年龄不大刚十八 样貌俊美一枝花 总之 人是个好人 就是一张嘴 跟脆了毒一样要命 但总有人不介意 他天生脑门上 就顶着金龟婿三个大字 除了在家 到哪儿都招人稀罕 比如公子姨母家的表小姐 柳婴儿 这日我同公子提着两包酱鸭 从街上溜达回家 正撞见表小姐从门前的马车上下来 老爷夫人在门口相迎 公子一个急转身 扯着我就走 还嘟囔着 黄鼠狼给鸡拜年 走走走 但架不住夫人眼尖 我思以为是公子穿着过于招摇 金光闪闪 很难让人装下 站住 你同婴儿表妹许多年不见 还不快来见礼 表小姐身形婀娜 宛如鲜鲜细柳 眼寒秋水 表哥万福 他柔柔弱弱地率先衣礼 我看在眼里 怪好看的 公子规规矩矩回到表妹安好 便领着我走了 我问公子为何要躲着表小姐 公子以着金丝楠木仪 吹了吹手中心茶 道 他 八十年的龙井 老绿茶了 哦 这种的我一拳能打哭好几个 晚宴是特意从最春楼定的席面 给表小姐接风洗尘 樱桃肉 焖鱼翅 烧鹿筋 清炖肥鹅 我馋的口水咽了一遍又一遍 表小姐的秋波朝公子送了又送 公子小声巴巴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做梦 我回神后自省三百回合才确定公子说的应该不是我 公子被表小姐盯得心烦 骂骂咧咧退场 还好从外头打包的酱鸭上在小厨房温着 书院重建至少三个月 公子乐得清闲自在 每日除了读书啥都干 有人急坏了 老爷偷偷找到我 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阿宝啊 臭小子向来宠你 你帮我劝劝他 男子要读书才能成大事 当父母的都是为他好 好孩子 拿去买些吃食 瞧瞧你都瘦了 我定睛一看 竟是一定银元宝 嘿嘿 老爷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他噼里啪啦 又说了一大堆 咱家虽然有钱 但男子汉大丈夫 不好好读书算怎么个事 这些年 你总跟在他屁股后 应也知晓一句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若他整日招猫斗狗 上房接瓦 哪个好姑娘怨嫁他 我连连点头 嗯嗯 尖椒酿肉 毒书 辣子鸡丁 屁股 红烧排骨 嫁人 黄鱼馄饨 老爷说的是 阿宝定会督促公子读书 不辜负老爷的痴心一片 好孩子 这词可不能乱用哈 后来我拿着小元宝 吃饱喝足 捧着肚子回府 公子当头一扇 敲在我脑门上 你个大馋丫头 这叫受贿行贿 我揉了揉额头 挺直腰杆劝诫公子 老爷说了 男子汉大屁股 不努力读书 怎么养阿宝吃饭 少壮不努力 老大嫁做他人妇的道理 料想少爷也是知晓的 公子嘴角抽搐 我爹应该不是这么说的 你爹就是这么说的 我眼神如同在后厨杀了三十年鱼般坚定 公子果然入了书房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傅言子笑啊 公子在书房安安分分待了三日 老爷直夸我是好样的 并且又偷偷塞给我一块小元宝 老爷此举大善 我心情颇好 坐在木椅上巴搭巴搭地吃花糕 公子则在岸前问书 阳光透进来照在公子侧面 可惜了这张脸 怎么偏长了个嘴 耳边传来敲门声 伴随得还有一道娇柔的女音 表哥在吗 我看向公子 公子直摇头 我了然敞开大门言道 表哥不在 表小姐满脸娇若无助地看向我身后 宝盈姑娘说笑了 表哥这不是在吗 我回头看见了公子眼中的杀气 表小姐 喂! 她身影一晃便穿过我走向公子 也不知是什么身法 滑溜得像条鱼 表哥 读书辛苦 尝尝婴儿亲手做的云片糕吧 我家公子面色不善 忍着气性毁她 不用了 我从来不吃东西 她声音嫩得要掐出水来 颤了些委屈 想必是表哥读书太累了吧 婴儿懂得 我说话向来如此 如果伤到你了 要么忍要么爬 表小姐切而不舍 婴儿不会计较的 婴儿只会心疼表哥 公子脸黑得吓人 啪得一声合起书 咬牙切齿道 洞庭湖怎么出了你这个碧螺春 如果你听不懂人话 我家丫头也会些拳脚 表小姐哭着跑了 你说你好端端惹她干嘛 我呵呵一笑 公子 骂了她可就不能骂我了 公子被表小姐扰了兴致 索性放下手中品毒三日的王爷一笑 全程倾倒 带我去鱼音楼听曲儿 台上正演着一出闹天宫 很是精彩 我和公子逐渐入神 竟看到了戏楼谢客 闭店打烊 夜幕降临 空旷的街道上突然冲出一伙黑衣人 手持明晃晃的大刀 把我和公子围住 县令家的小少爷面带黑金 从暗处跳出来 他猖狂大笑 哈哈哈哈 好旺家 本大爷今晚要你好看 我如临大敌 我家公子突然出声嘲讽 哟 还活着呢? 对面明显一正 你知道是我 杜子恒 你晃晃脑袋 听听里面有没有大海的声音 什么意思? 某黑衣人 少爷 他说你脑袋里全是水 说吧 这小少爷突然撂爵子 他一屁股赖地上 哭得惊天动地 呜呜呜 好旺家 你就会欺负我 有个厉害丫头 有什么了不起 上次你扒了我裤子 害我光屁股回家被我爹打得躺了十天 十天啊 你知道这十天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居然又骂我 一盆水没忍住从天而降 一滴不洒泼在他头上 声音戛然而止 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豪丧呐 我竟不知是哪位大侠出手 我家公子正打算开口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了他的嘴 公子要不算了吧 他看起来可怜得快要碎掉了 公子撇开我的手 恶魔低语 杜子恒 你爹来喽 他爹真来了 杜大人气得半死 揪着儿子耳朵从地上拽起来 边走边骂 王八高子不学好 出来丢人现眼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那伙黑衣人也同老鼠见了猫搬逃了 清汤大老爷 不费我一根手指就解决了这场麻烦 公子携我一眼 但用了五根手指来堵我的嘴 我连连道歉 公子 我有罪 算了 下不为例 谢谢公子 嗯 这是你应该谢的 四日轮到金儿替我当职 难得休假 我原本计划睡到日上三杆 不成想表小姐一大早竟摸到了我房里 宝盈姑娘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我正弯着腰提鞋 一只手连忙摆了摆 不房事的 不房事的 她犹豫着开口 道 我我母亲去得早 家中又无姊妹 平日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同宝盈姑娘亲近得很 若你不嫌弃 我可否叫你一声阿宝妹妹 她攥起锦帕 在眼角沾了沾 怪可怜的 我不忍心拒绝 宽慰她道 表小姐生得好看 阿宝也愿意亲近的 哎 好妹妹 表小姐拉着我坐下 好妹妹 瞧你 刚起床 头发都乱了 姐姐帮你梳妆 没洗脸爱 姐姐等你 表小姐摆弄许久 我脖子都酸了才停手 当美女好累呀 她还送了我一条鹅黄色衣裙 衣襟绣了贵枝 又好看又精致 也就是今日不当职 才能穿这样繁琐又脆弱的裙子 表小姐拉着我的手 很是亲密地夸赞道 瞧我们家阿宝妹妹 这般打扮下来竟也是个清秀美人呢 公子前不久刚交过 这叫贿赂 这是收满人心 我可太吃这套了 我非一般跑去寻公子 想告诉她其实表小姐也没有很讨厌呀 公子此刻在园子里 绝着大钉交话 见了我 她将在园地 手中折扇也握不稳了 啪哒一声吊在地上 阿宝 怎做如此打扮 表小姐弄得 公子快看 漂亮吗 公子沉遮脸答 怪丑的 侄子莫若母 夫人早就私下吐槽过 公子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公子又想起什么事的 突然问 阿宝 你今年多大了 下月底就十六了呀 好好好 公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金儿站在公子身后突然痴痴笑出了声 我和公子齐齐看去 金儿满脸克制地憋笑 没事没事 我弟弟快生了 我心里高兴 公子说的是假话 毕竟当晚我就收到了情书 是阿牛弟的 我认为有些话还是要当面说清楚 他是老爷的人 我是公子的人 不会有结果的 池塘边 阿牛含情默默 郁郁还休 宝银姑娘 我觉得你挺好的 谢谢 你也挺好的 那我们你们都是好样的 月光下 公子顶着满脸蚊子包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地从树丛里跳出来 强行终止对话 自那夜起 阿牛便离奇失踪 表小姐送我的裙子也不见了 不成想 阿牛居然还是个变态 表小姐近日时常来寻我 我住在公子隔壁 她总能见着公子 只是公子也不搭理她 有时她来我这儿捧着帕子就哭 表哥瞧不上我 也不知我哪里惹她不快 我宽慰她 表小姐多心了 公子应该是瞧不上咱们所有人 有时是提一笼糕点给我 顺便打听公子喜好 阿宝妹妹 你同表哥最亲近 能否告知我她爱吃些什么 我仔细想了又想 犹豫着告诉她 除了表小姐做的 公子都挺爱吃 表小姐毅力非凡 又带了个新秀的荷包来 阿宝妹妹 你知我对表哥心意 拜托你帮姐姐交给她吧 既是心意 表小姐该自己送才好呀 我话音刚落 她眼泪串成串就落下来了 我手足无措地接过荷包 不是我不愿帮 我是怕公子变着法地骂我 果不其然 公子眉头拧成了麻花 她还真是做了人类想成仙 坐在地上要上天 看都没看荷包一眼 就沉堂了 随后又冲我道 她心眼姿落起来 比你人还高 把你卖了还要替人数钱 前半句我无从辩驳 后面这句是诽谤 公子话风一转 但小爷我确实缺个荷包 你来坐 那你扔它干嘛呀 败家公子 我怀疑公子故意捉弄我 批石拆衫我干得来 粘针绣花 不在我的生存之道里 第二日 我拿着毫无针脚的荷包递给公子 公子沉默良久 点评四字 别具匠心 这日公子刚在街上买了糖葫芦塞给我 大雨焦头而下 我胡伦吞着山楂跑去买油散 风大雨大的 油散也没起什么用处 还是临成了落汤鸡 冻得我和公子直打哆嗦 急着回去换衣服 不成想 公子院里竟有个人穿着红裙 在雨里扭来蹦去的 我琢磨此人是在跳大神 我放慢了两步眯眼瞧 可雨雾缭绕的 也看不清到底是谁 公子 好像是表小姐呀 神经 懒得喷 公子随意瞟她一眼 转身进了屋 等我回房换好衣服 没想到她还在 我便趴到窗前欣赏 金儿从小厨房端了碗姜汤来 顺着我视线问道 她这是在做什么 我咕噜一口热汤下肚 老神在在地回答 莫问 她一定有她的道理 四日一早 县令大人登门拜访 寻我家老爷商量募捐一事 听说昨日大雨冲坏了庄稼 眼下正是秋收的时候 不少麦子都落泥里了 不知有多少人家要发愁 实在惋惜 我家老爷是半路发家的爆发户 听说老太爷在时也是要做农活的 是以罪事联系庄稼汉 少不得要捐一大笔银子 我和公子退下时 县令大人的小厮 做贼般地塞了一叶纸给我 有点刺激 我趁四下无人才悄悄展开 上面写 无清暮姑娘已久 邀清亥十三客桥头会面 闻周周的 这小厮竟然暗恋我 她模样倒还算俊朗 但县令大人家隔了三条街 竟儿说过女子不要远嫁 夫人身边的大丫鬟嫁了三十里外的张家 隔了两年才哭喊着跑了回来 骂那张家背地是个黑心肝的 她被磕带 瘦得不成样子 手上都是老茧洞窗 把夫人和一众婆子们心疼坏了 我挣扎一番 还是聚了好 害时 我偷偷摸摸赶到桥头 早有一人影在等着 她转过身 我着实不解 怎么是你 自然是我 暗恋我的不是小厮 是她家少爷 杜子恒 姑娘天生神力 本少爷心服口服 你跟我回家 我抬你做个妾室 不比跟着好望家那笨蛋墙 我点头 有道理 走吧 她大喜过望 姑娘真是女中豪杰 爽快 好你个不干人事的杜子恒 老人还没瓜子大 也敢翘小爷墙脚 好熟悉的声音 好巧 我家公子怎么也在这儿 莫名有种被当场抓奸的羞涩 回头看去 我家公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穿一身夜行衣 跟个贼似的 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 沉声问 阿宝 你真要跟她走 我儿语 公子来得不是时候 我正要去把她家砸了 哪有人家会让好姑娘做妾室的 我家老爷父的流油也没讨小老婆 况且镇上做小妾的大多不是正经出身 没得出路才去做了妾室 何况就是我愿意 夫人也是不同意的 家里的丫头不说嫁得多好 也从没磕待过 公子展颜 十分赞许 说得好 以后我日日都带你吃席面 公子又看向杜小少爷 朗声道 杜子恒 小爷我真是小瞧你了 主意都打到我院里来了 公子步步逼近 杜子恒连连后退 然后就掉进了河里 这倒霉孩子 我挑了棵距离最近的树 左手托着树干 右手绕过去使力将树连根拔起 这才把她捞上来 她头发都散了 滴了好多水 像个水鬼 她抹着眼泪鼻涕 哭嚎着撂了句狠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等着瞧 三十加三十 她居然六十岁还准备和公子干假 表小姐连着两日未曾露面 等到第三日 她身边的丫头哭哭啼啼地来找公子 公子 我家小姐病得厉害 还请您去瞧一眼吧 算起来应该是那天在雨里临出的毛病 好好的人把自己冻坏了 公子本是不在意的 只笑着问 有病找大夫 找我干嘛 那丫头只跪着啜气 公子无奈道 罢了 我去瞧瞧 跟公子时间久的都知道 其实她是个嘴硬心软的 别让人死我家里了 表小姐面色苍白地躺着 屋里熏了香 也遮不住苦兮兮的汤药味 她见公子过来 叫丫头扶着坐起身 鞋椅在床头 并奄奄地惹人怜惜 表哥 你来看婴儿了 喉咙里塞鞋了 不能好好说话我走了 表小姐一把拽住公子衣袖 半个身子都伸出床外 眼泪说掉就掉 表哥别走 是婴儿不好 让表哥厌弃了 公子使劲把衣袖从她手中扯出来 走远几步寻了个椅子坐下 敲着二郎腿笑道 少在这棺材里放屁 阴阳怪气 柳婴儿 此次我同你说个明白 小爷我已有心仪的姑娘 以后别来烦我 小爷不吃你这套 公子睁眼说瞎话 我天天跟着她怎么不知道她身边有姑娘 表小姐脸色微变 眼泪哗哗淌 婴儿 做妾也怨的 可小爷不怨 我家儿郎从不委屈妻子 你歇了心思吧 婴儿在表哥心里如此一无是处吗 让表哥连情面也不肯留了 公子听闻云淡风轻 非要说的话 你也是个活的 若日后你能安分守己 我仍当你是表妹 然后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我一路默不作声 公子瞧我沉闷 主动问道 阿宝怎么了 我如实招来 表小姐怪可怜的 傻子 她哭两声你便心疼了 不过是她想要的东西未能如愿罢了 可她背后尚有父兄家族做仪仗 而你却只有我撑腰 别怪我方才说话中 有些事你还不懂 我似懂非懂 公子不喜欢表小姐 又没娶妻 公子是怕若和表小姐传出什么闲言碎语 好姑娘不肯嫁她了 公子揉了揉我脑门 声音温柔不似往常 傻阿宝 长点心吧 嗯 什么小点心? 想吃什么? 公子给你买 过了几日 表小姐身体康复 她又来寻我 机里呱啦 抛下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 比如什么 原是阿宝妹妹入了表哥轻眼 公子和女史的故事外头传得沸沸扬扬 愿我不曾知晓 惹了你们二人不快 阿宝妹妹勿怪 因我和表哥青梅竹马 才情难自禁啊 我目光如炬 义正词严地打断她 表小姐 不信谣 不传谣 到了晚间 表小姐端来一盅樱桃酒酿 可怜巴巴地哀求我 好妹妹再帮我最后一回吧 我想不通 天下好男儿千千万 何必非要吊在公子这棵歪薄呢 表小姐 阿宝不懂情情爱爱 但也知道做人不能妄自菲薄 表小姐值得更好的 她含泪点头 姐姐知晓了 我只希望表哥能原谅我 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我端着樱桃酒酿去寻公子 公子原本在摆弄什么 见识我急匆匆遮掩起来 不该打听的咱不能打听 我只当没看见 我将表小姐的话转述一遍 又把樱桃酒酿朝她推了推 公子听后只说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她送的吃时 我是不会碰的 你拿去丢了吧 丢掉实在浪费 我杂巴杂巴嘴 问公子 公子不要 赏给我吧 公子笑骂 你个大馋丫头 吃吃吃就知道吃 也许是那种樱桃酒酿吃多了 夜里我浑身热得睡不着觉 怕吵着今儿休息 就捏手捏脚地去院里吹风 我坐在树下 身上的造诣稍有缓和 借着月色 竟让我瞟见表小姐 鬼鬼祟祟地摸进了公子房里 这是唱的哪一出 我能听吗 我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表小姐声音娇媚 听得我骨头都酥了 表哥 求你疼疼婴儿吧 嗯 哪里疼 公子冷漠非常 我觉得人和人还是要保持距离 尤其是和讨厌的人 最好阴阳相隔 表小姐沉默一瞬 试探着问道 表哥你没喝那汤 她说啥汤 只听公子突然拔高嗓门 你放料了 你这颠婆到底在山海经哪一夜 这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她说啥料 表哥 阿宝 阿 我吗 表哥别喊了 难道光彩吗 何况锁着门 她进不来的 管她光彩不光彩的 我直接夺门而入 我双手高举着檀木门 目光坚定地纠正她 表小姐 我能进来的 表小姐瞳孔地震 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正正地走了 公子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阿宝喜欢听墙角 我选择装傻 没有啊 公子叫我 我立刻便来了 我话音刚落 两柱鼻血喷涌而出 算了 先晕为静 睁开眼 公子的大脸近在眼前 我贴在公子胸口 能听到有人心跳扑通扑通 跟大铁锤似的一顿框框乱撞 我的老天奶 起猛了 闭眼 再起一变 睁眼 公子撑着脑袋 眉眼弯弯 醒了 笑里藏刀 我马上要完蛋了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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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公子 嗯 我们 嗯 嗯 公子 恩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为什么会在一张床上 我环顾四周 这是公子的房间 昨夜拆的门还在地上躺着 我脑袋空空 坏了 公子清白永不在 青州已撞大冰山 我帮公子掖了掖紧被 郑重其事道 我会对你负责的 只见公子嘴角疯狂上扬 乐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 公子的门找了匠人重新装 我趴在自己屋的桌上出神 久久不能平静 没有胃口 不会怀了吧 我向金儿讨教 他笑得直抽抽 说你傻还真是傻 衣服都没脱一件的怀哪门子孩子 午饭时 老爷和夫人总是偷瞄我两眼 然后就把脑袋凑一块偷笑 不太对劲儿 表小姐的眼睛也像是长在了我身上 不太对劲儿 公子一整天没骂人 更不对劲儿 汗流加倍了 感觉所有人都不对劲儿 今早书院传了消息 西院已重新修缮完毕 过两日就要开课了 我将收拾好的笔墨纸燕放置妥当后 静止去了后院池塘摘灵脚 我和公子都爱吃 甜津津脆生生的 多摘点分些给表小姐尝尝 她也不容易 有她在 公子骂她就不骂我了 没功劳 但有苦劳 灵脚茂盛 我蹲在池边伸手就能够着 摘了一泊锣 突然 一股力道从背后推我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池塘里了 我不会水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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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挣扎者想回到岸边 却越蹬越远 纵然我有再大的力气 在水中也施展不出 无尽的恐惧席卷而来 冰冷的池水枪入肺腑 我喘不上气 在水里胡乱扑腾着 我看见我太奶了 绝望时 岸上有人慌慌张张大声叫喊 宝银姑娘落水了 阿宝 随着一道水声响起 我被人托服着 墙拉上了岸 喘上气后 忍不住脊背发凉 太可怕了 我胡汗三 差点小命不保 我吓得半死 固步的形象抱着公子 哇哇大哭 公子没有推开 还把我抱在怀里安抚 没事了 没事了 阿宝别害怕 厨房烧了几大锅热水 给我和公子分别洗漱 金儿泪眼汪汪 替我擦拭着头发 你真是吓死我们了 万幸你没事 我也不知怎地 好像有人推我 我就掉下去了 金儿惊愕地问道 你可看见是谁了 我摇摇头 太害怕了 根本没看清楚 脚干头发 又被灌了一大碗热汤 金儿才哄着我睡下 他轻手轻脚地出去找公子回话 我听到窗外莲廊下 公子咬碎了后草芽 还是大白天 我蒙头睡得正香 突然有人摔了盒子 踏到我床头就好 我的天爷呀 好妹妹呜呜呜呜 很难不被吵醒 让我看看怎么个事 我掀开被子 只看见一个脑袋 踏着哭得稀里哗啦 金钗乱晃 表小姐 他抬头 眼睛红溜溜的 八成是公子又惹他了 四目相对 我率先开口 表小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我看出她眼中的迷茫 轻轻拍了拍她肩膀 鼓励道 好女人走四方 心里有苦不声张 坚强起来 我们都是好样的 表小姐截住话头 临走时送我一根老身 并嘱咐我好好休息 人还怪好的嘞 后半日 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 也不知道底是谁想害我 我也没招惹谁呀 难不成是和公子待久了 欠下的亏心账吧 晚饭时 金儿带了好些我爱吃的菜来 是公子特意吩咐的 听金儿讲 公子报了官 没成想县令家的小少爷也跟着牙医来了 说是要凑热闹 八成是来看咱府里笑话 公子瞧他 鼻子不是鼻子眼 不是眼的 当场轰他走 金儿捏着嗓子学公子 撵出去 小爷我从小就怕狗 像像像 公子可不就是这样的 我俩咯咯咯笑成一团 用过饭我脑袋昏昏沉沉 提不起一点力气 便早早睡下 夜里起烧了 把金儿急得团团转 还惊醒了公子 我迷迷糊糊地 不知怎么又想起小时候 家里种了几棵核桃树 爹娘是不让我碰的 等成熟就全卖掉换成铜板了 我偷偷给小弟摘 却没收好力道 碰断了枝干 挨了爹娘好一顿打 可疼呢 后来跟着公子 再也没饿过肚子挨过打 其实有点想他们 不知何时来了个山羊虎 他又是抠我眼珠 又是摸我手腕 最后直接拿银针 把我扎昏了 好不礼貌 等我醒来 定要公子骂他一顿 替我出出气 太阳当空照 阿宝身体好 一觉睡到晌午 神清气爽得不得了 我下床伸了个大懒腰 刚推开房门 入眼是整整齐齐一排大土坑 原本种着的桂树 海棠树 银杏树 巴拉巴拉树 全不见了 糟糕 家里遭贼了 我慌慌张张跑去找公子 公子 咱家树给人偷了 公子淡定如常 哦 我让人挖的 为啥呀 树死了 咋回事呀 不知道啊 真是奇了怪 好好的树 怎么说死就死 别是撞邪吧 难不成 池塘有水鬼 公子打断我的思路 一本正经道 阿宝 害你落水的人是阿牛 已被杜子横带走了 我一拍大腿 这人也忒小心眼儿 竟是他呀 嗯 他表白不成 就偷我裙子的臭变态 咳咳咳咳 公子突然眼嘴咳嗽起来 脸都憋红了 我上前关切道 公子你没事吧 公子推开我 强装镇定 别管 呛的 入夜 我与金儿躺着说闲话 金儿姐 你说咱后院是不是撞邪了 怎么 就是老爷种的那些树啊 突然全死了 连公子也说不清楚 金儿脱口而出 什么撞邪 我明明看见公子给树浇开水 公子什么时候多了这种癖好 此日书院正式复课 下雪路上 我突然灵光乍现 前日手忙脚乱的 我摘的灵脚 说不定还在池塘边放着呢 急急急急急 我跑得飞快 公子在后面气喘吁吁 慢点 你慢点 真拿他没办法 我回过头 把少爷抓起来扛在肩上 一路跑到后院 才放他下来 公子蹲在墙角 哦 我去石灵脚 看到池边什么时候多了块木牌 我好奇凑过去 只见尚书 孩童与宝营不得善进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 昨日那些大土坑 也被一棵棵核桃树所填上 阿宝竟然拥有了一片核桃林 我泪眼婆娑地看向公子 公子 你真好 谢谢你 公子仍在墙角 哦 这是我活该的 哦 复学的第三日 公子起了个大早 平常哪天不得三催四寝才啃起 一定有猫腻 果然 刚出了好宅大门 公子从我手中抢走书箱 随意地靠在石石底座 道 今日不去书院 阿宝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试探道 公子 真的不去上学吗? 不去 今日都不去 看来公子的臀部已经翘到 可以翘一天的课了 老爷少不得又要吹胡子瞪眼睛 公子满不在乎 替我裹了裹身上的披风 然后走在前面领路 你知道的 我爹半路发家 肚子里没二两磨 就希望我能好好读书 最好再考个功名 哼 小爷我偏不爱做老实子学问 就喜欢生意场上见真章 何况这富贵虽落到我家 若是不用心经营 只怕也难以为继 养不起你了怎么办? 我小生嘟囔 我可以少吃点的 公子站定 回头拍拍我脑袋 笑盈盈说道 傻阿宝 你吃多少我都养得起 我仰头看向公子 他的眼睛里全是我的身影 好像有什么 快要破茧而出了 我们雇了辆马车 公子和车夫抱过地点 然后带着我直奔城外 也不知是去哪儿 总之是公子说了算 我扶在公子腿上睡了一路 下车时人还是懵的 与记忆中重叠的景色 让我一下子清醒不少 我揉了揉眼 不确定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公子拉过我的手 揉声道 去看看吧 我们停在一家院子三丈外 不敢再靠近 视线越过矮院墙 院里的三棵核桃树 已经长得很高了 皮肤有黑的大叔 卖力地披着柴 包着头巾的妇人 正在厨房里忙活 一如我幼时 诶 你俩在我家门口坐肾 我顺着声音转身 小小少年穿着干净的布衣 身后牵着头老牛 院子里的人听见声音 也瞧见了我和公子 小心翼翼问道 二位少爷小姐 可是要问路 我抿了抿嘴 不知如何开口 公子健壮 坦然笑道 大叔 沈姿 方便讨口水喝吗? 嗨 我当时啥大事呢? 来来来 刚好是晌午 他们又留我和公子吃了顿午饭 他们如今过得还不错 离开时 我塞给富人一个荷包 里头装了些银子 一点心意 收着吧 富人不收 我胡乱按进他怀里 急不上了马车 回到镇上 公子先带我在最好的酒楼搓了一顿才回家 紧绷的心情缓和许多 我心虚地开口 公子不问我为何不和他们相认吗? 公子摇摇头 耐心道 他们生你却不养你 认或不认都不是你的错 何况今日本就是我自作主张 只想带你见见他们 知晓他们过得并无不妥 也就够了 我抽了抽鼻涕 他们卖掉我 我是怨的 小时候我想起他们就哭 我也想 有娘疼有爹户 后来长着长着 就不怨了 今天是我还没想好 如果阿宝有一天想认他们了 咱们再去救世 我心中涌起暖意 展颜映下 好 夜幕降临 公子神秘兮兮地来叫我 阿宝跟我来 我也神秘兮兮地跟上 压低了声音问他 公子 我们是去做贼吗? 我看你像贼 跟着公子来到后院 公子轻轻嗓 道 闭眼 不知道公子搞什么名堂 我忐忑地闭上眼睛 公子 开始了吗? 已经结束了 睁眼瞧瞧 我张开眼 公子捧着个精巧的木盒 献宝石地递给我 我瞄懂 彩虹屁立刻跟上 呀 这可真漂亮呀 公子眼光可真好 竟知我正缺个盒子 公子哑然 有没有可能 你把盒子打开 我点头如捣蒜 哦哦哦 是一把木书 在精致的盒子里 显得略粗糙些 瞧着 倒像是某人亲手刻的 原来如此 偷偷开心一下 公子每日总背着我摆弄的 就是这个呀 生辰快乐 耳畔传来烟花炸开的声音 公子的脸庞被烟火照亮 只见他笑得张扬 得意洋洋道 阿宝喜欢吗? 喜欢? 我也喜欢 公子喜欢什么? 公子俯身附在我耳边 答 我喜欢阿宝 我的娘 我的老 我的衣服我的凹 我的脑瓜变大早 啊啊啊啊啊 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天上的烟火炸个不停 公子的脸忽明忽暗 他笑出声 又问道 你上次还说 要对本公子负责 我的将来有阿宝 那阿宝的将来 可有我一份 好紧张 好害羞 我面上羞涩 扭捏片刻后面红耳赤地回应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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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公子 姿着大牙花子傻乐 前方突然传来我家老爷的怒喊声 只见老爷举着扫帚就要扑过来 好你的小兔崽子 藏这儿了 竟然 竟然还敢翘客 看我不打死你 公子 吓得撒腿就跑 他逃 他追 阿宝原地看热闹 爹 别打了 你儿媳妇还看着呢 放屁 阿宝还小着呢 你不要脸 翻外 表小姐 小姐最近很烦恼 他同隔壁周园外家的小资打赌 说自己一定会嫁个有钱人 那小资吃笑小姐白日里做梦 事宜 小姐火急火燎地带着我向姨母家奔赴 目标 人傻钱多的大表哥 自从进了好家大门 小姐的嗓子就病了 明明前一天和周家小资互喷时还吭腔有力的 小姐说 你不懂 小姐还说 要哄住一个男人 首先要哄住他的胃 于是吭哧吭哧在厨房里忙活半天 最后端出来一碟子糕点 其实小姐厨艺很好 但表哥燕屋极屋 送过去的糕点不是扔了就是退了回来 后来表小姐又从画本资里看到 贵妃语中最武 惹得圣上军心荡漾 她也要学 苦等多日 终于等来一场雨 表小姐欢天喜地地换了一身红裙 冲进雨幕 且不说画本里的雨是不是也这般滂沱倾泻 单说那贵妃与君王本就是对鸳鸯 而小姐的表哥从来不正眼瞧她 小姐使出浑身解数 一场雨把自己临病了 可表哥不屑一顾 还把小姐臭骂一顿 小姐后曹牙咬得咯咯想 我忍 后来小姐带我去茶楼消遣 好巧不巧又和周家那小资撞个正着 她出言无状 小姐也不是好惹的 像个炮杖般一点就着 二人争得面红耳赤 事后小姐去了药铺 非要买包春药回去全塞表哥嘴里 我偷偷给药铺伙许眼色 又对小姐说我去盯着她 别拿些旁的糊弄小姐 小姐点头如捣蒜 好丫头 记得要最猛的药 经过我一番周旋 药铺伙计给小姐抓了腹补气血的猛药 小姐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到了夜里 小姐摸黑进了表哥的房 我捏了把汗 偷偷跟着小姐 生怕她真把自己拖光进了男人被窝 幸好阿宝那丫头及时出现 卸了大门 小姐惊呆了 我替小姐合上了下巴 直到第二天 小姐还在震惊 听说过那丫头力气大 本以为不过是说书先生夸张了些 却不知竟是阿宝本人更夸张了些 强取表哥不成 小姐丧失了斗志 闷闷不乐 谁想那周家小资送上门来 小姐乐了 这可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于是劈头盖脸 给她上了一顿思想教育课 那小资今日不对劲得很 嬉皮笑脸地哄着小姐 小姐气顺了 倒也大放道 我就认识表哥这一个有钱的 她看不上我 姑奶奶愿赌服输 说吧 你想要啥 姑奶奶我买给你 周家小资道 其实我家也挺有钱的 小姐翻她一眼 你秀你妈呢 我是想说 你也可以考虑考虑我 我也算有钱人 你走开 后面 我踏了 我怎么回事 好